之前视频和大家来分享了 KKPIT的K2 那是一个复古甲壳 或者说是一个末日大标客的设定 很废土风格的一个复古车壳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比较赛的 或者比较现代前卫风格的一个系列K1 它的轴距是330 如果说它是短卡的话 就是一个1比10的车子 如果说是电阅 或者说是竞速卡的版本 还算是个1比8车子 同时呢 这个系列呢 其实它整个平台有很多的变化的空间 你去换一些套件之后呢 你可以变成短卡 可以变成竞速卡 可以变成越野 而且呢 自己去喷涂车壳的话 我看到很多案例做的还是蛮帅的 它的这个原厂车壳很硬朗 很有个性 这点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同时呢 这个底盘里面 你也可以选择6061 包括7075啊 这些不同的8配呢 我觉得也很好玩 就是说你想要玩的很极限 它也有7075的版本 但是是KIT的 那你可能要自己去组装一下 那如果说你只是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 这个暴力要求的话 6061 其实我觉得完全足够了 这个车子玩起来也会非常爽 而且更加轻巧灵活一点 那这就是这个车子的一个 大概的定位 那等会呢 我们来给它这个车子拿出来 看一下它的设计上面的细节 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这个价位里面的一个纯车架来说 整体细节还是挺好的 而且性价比也不错 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盒子呢 很明显的感觉到 比之前那个KIT盒子小非常多 那它是一个330的轴距 而且它有没有后面的备胎等等 这样设定 所以这个车子会非常小巧 方便你带出去玩也很容易 哪怕是一比十的那个短卡 可能也就稍微长一点点 那如果说是越野的版本的话 反而会短一点点了 加上尾仪可能会高一点点 所以说呢 这个车子我觉得就是有个很大特点 就是灵活小巧的同时呢 又比较好的精度 而且呢 又是比较结实耐操的 那我觉得这个车子的设定 就非常符合 大家在进阶一点的玩法里 去做一个选择 你只要自己手里有一套电设 其实这个车架也很轻 随便就能推起来 那如果说你有很好的电设 玩得很暴力也可以了 你没有很暴力的电设 你随便玩完 其实也很不错 这个车架 你后续再去做一件升级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的过程 那当然对你的动手能力 会有一点要求 你自己需要装一下电设等等 甚至是你要买7075KIT的版本 你需要完全的 从零开始装这个车子呢 我觉得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马上来做一个开箱 首先简单看一下包装里面 会拿到的一些东西 一个这样子的防尘的罩子 它可以给你套在这个车的底盘上面 以及是一个这样CNC的铝合金的扳手 17毫米的打这个结合器用的 那还有油液的补充 以及是金属的这个堕机壁和拉杆 还有这个电击齿轮都是附带的 那还有它的这个传统异能 一条黄色的毛巾 以及是一个非常厚实的尾翼 它只有固定的这些材料以及螺丝 但是可能需要自己打孔 然后就是贴纸有两套 另外还有两个零件 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我比较推荐的 一个就是这个百臂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全车的这个街杯 这样子你玩起来呢 损耗基本上也就是这么多东西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子的外观呢 首先是这个车头的部分 作为一个竞速卡呢 它会有一个这样子车壳的保护 保护住这里面的避震 以及是这里的这个尾翼的支架呢 有很多的孔位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它前后的距离 那包括是避震塔上面 可以看到非常多调节的点位 那你可以做更多细节的调整 然后在底盘部分呢 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金色的 6061的铝合金的底盘 原车呢都是12.9的螺丝 这个车子整体上来说 它的涂装风格呢 是比较战斗的 红黑的配色 我觉得大多小玩会比较喜欢 如果说你比较有个性一点 想要自己去DIY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去买透明的车客去搭配 而且它原厂是做了透明窗的 这样子一个涂装 我觉得细节也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关于价格的话题呢 看这个车子的质感 和整体上面的这个材料呢 我觉得放在海外品牌 随便都是2K以上的一个价格了 但是呢 KPIT的价格已经控制在2K内 而且在我的闲鱼店铺呢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价格 还有神秘的一些礼包来赠送给大家 车客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车子从头到尾 整体上面呢 这个细节程度还是很高的 有很多KPIT的这个logo的字样 以及是一些细节的名文呢 包括是颜色的搭配 那我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同时呢 它用料也是比较考究的 像这里的一些防护防撞的边呢 是采用有一点韧性的材料的 那里面这些材质呢 会是一些比较硬质的材料呢 前面防撞板也是比较有韧性的 前后的两个金属的避震塔顶部呢 都有这样尼龙件的一个保护呢 以及是这个避震器呢 它这个前面也会有一个保护的装甲 然后把镜头给拉近一点 来看一下整个车子上面的细节 前面避震塔是7075的一个高硬度的材质 那下面呢 这里有一个平衡杆夹在这里面了 里面是一个差速器的盒子 里面包裹着差速器 前面会有一个防撞的装置 包括这里能看到非常粗壮的金属壁码 原厂都是给你升级好的 那再来看它的后面呢 也是一个比较相似的设定 那也是很粗壮的避震 这些原厂这个阻尼都是给你调好的 这里是已经给你放好防尘套了 那你玩起来的时候玩得很暴力 玩得很激烈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说有灰尘啊 侵入到里面去之后呢 你会有异响啊 或者说维护起来比较麻烦 而且呢可以延长整个避震使用的寿命 包括同样的7075的这个避震塔 接下来看到底盘中间的这些设计 应该是这个电池舱 它是很经典KPIT的一个可调电池舱设计 你可以更好的针对你电池的尺寸做一个调节 车子的前后呢 都可以看到非常强化的这样一个支撑感的设定 这个尼容材质是很硬的 让整个车架刚性去得到一个提升 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快拆的中叉呢 它上面四个螺丝打了之后呢 整个中叉就可以取出来做保养的 默认原厂给你配的是钢尺 而且呢这个电机座呢 是可以支持36和42系列的电机 同时呢你这里可以进行一个螺丝孔位的调节 去更换不同的尺比 那你这个玩起来的时候呢 可有更多速度调节的空间 前后呢会用这个CVD去进行一个能量的输出 中叉机构呢 其实很有助于提升车子转向的性能 在转弯的时候实现前后的这个速度的一个分配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车子的转向机构 可以看到这里呢会有一个这样子黄铜的衬套 精度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然后在这就是接收机的盒子 以及是舵机的这个位置 那舵机的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说之前呢这个设定还是比较好的 它一边呢是直接固定在这个框架里面 另外一边呢它是衬上去一个尼龙键 再打到这个尼龙键里面呢 比较受力的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可替换的装置 如果说你磨损久了 这里可以做一个替换 在这个车子的很多细节里 你也能看到它的一些设定 包括这里有一个CR的高强度的这个传动轴 这里呢是104毫米 它有一个数据的标识 那后面呢这个CBD呢 也会有一个防止拖插销的一个设定 这里有一个金属的固扣 那这里铝合金底盘还能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它有很多开槽的设定 去尽可能去做到偷轻 它是一个3.5毫米的6061的底盘 我觉得对大多数玩家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 那如果说你想去用7075 我建议直接去上KIT的版本 那你想玩那么暴力 你肯定是自己啊 很细腻的一点点去组装 所以KIP的版本呢 会更加适合你一点点 和之前的巴车用的是一样的尺寸 所以说它变成了一个竞速卡设定 结合器也是17毫米的 而且这里呢能看到 很多的这样子的KIP的字样啊 包括是这里也会有一些KIP的字样 来增加整个车子上的细节 其实KIP能看出来它坐车子的时候 是非常有自信 而且是非常自豪 非常骄傲的在车身上面 很多细节里面留上了它的logo 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产品 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会选择竞速卡这个版本呢 我个人相对来说呢 野跑玩的会更多一点点 虽然说这个车架本身进度也比较不错呢 也比较的赛的设定 但是呢我觉得野跑来说呢 还是竞速卡更好玩一点点 它重心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呢它轮胎更大 还空中姿态调整空间更多 而且玩起来限制也会更少一点点 加上之前这轮胎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所以说我选择了这个脚大一点的 这个竞速卡版本 但是呢其实订阅也非常的好 而且强度也很高 很多人暴力的玩耍之后的表现还是很好的 而且复购也很高 同时呢这个车子一比十的短卡版本 我相信非常小伙伴是很喜欢它那个车架的 外壳的设定 那也很赛的一个感觉呢 我觉得说这个很赛的感觉 未必说你真的要去比赛 只不过说它比起来别的车子看起来呢 更有自己的一些个性 还有一些这种细腻啊 或者说比较刚猛的感觉 这个车子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呢 你去搭配电设的时候呢 也不需要做的太过的这种夸张 或者过分120A差不多了 我觉得在电机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车子 你上42或者36都是OK的 那如果说你是上36的话 那3500KV3S其实蛮爽了 蛮快了 如果说你还要更快4S 可以很快很快 120A的电条一般都是3S到4S 如果说你想让它跑42的电机 其实也可以了 150A电条你跑到6S是吧 那就非常非常快了 这个车子 但是就会比较重一点点 这个就让你自己去权衡了 你想玩什么样的风格 如果说我自己个人呢 可能倾向于比较轻快的风格一点点 那我就考虑就是120A的 然后3S搭配个3500KV的电机 我觉得已经挺够玩的了 而且蛮速度的 那空中姿态调整空间也够了 车子也不会太重 那是比较平衡的一个设定 当然大家自己可以自己去选择了 这个车子说实话 你买那个电阅的版本去拉急速也很好 轮胎也够大 然后呢 持比你可以再加一点 然后换一个比较高KV数的电机 去拉拉急速 可以跑得非常的快 而且车身呢 又很稳定 很低重心 包括是如果说你想玩一点场地越野的话 那就不要那么暴力的电设 轻量化一点点去玩 也是挺不错的一个车子 后面呢 给大家来装一套我自己电设 去分享一下下地的表现 OK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再无主要还有更多RC和油盘资讯 以及是各种车辆的合集 感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